即便是没有接触过篮球的人,很多都听说过飞人迈克尔·乔丹的名字。 毕竟乔丹是篮球这项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人物,他让无数人深刻了解到篮球的独特魅力。 不过,俗话说隔行如隔山,公牛队时期的乔丹是神一般的人物,但到了棒球场上,他就是很不显眼的存在,甚至因此受到了很多嘲讽和羞辱。 乔丹曾在棒球队中被主帅怒骂,被美美嘲讽为耻辱,但他都忍下来了。 这是为什么呢? 一、因为一些原因选择篮球放弃棒球迈克尔·乔丹很小的时候,就在棒球方面展示天赋,他在12岁成为少年棒球队的一流球星,甚至登上过一些杂志的封面。 乔丹喜欢棒球,很大原因在于他父亲詹姆斯·乔丹的影响。 老乔丹曾希望飞人能够成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,因为乔丹个头比较高,加上身体天赋并不大适合打棒球,最终他选择了篮球。 二、夺冠后,为的棒球巨星签名几开记者在篮球领域上,迈克尔·乔丹是很多球员和球迷的偶像,而遇到棒球明星,乔丹也像一个小球迷一样。 在1993年夺冠后不久,乔丹专程去看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全明星赛,他几开将更衣是围的水泄不通的众多记者,只为了拿到棒球巨星肯小哥瑞卑索的签名。 三、老乔丹被谋杀后他选择征战棒球赛场,在为公牛队夺得第一个三连冠后,迈克尔·乔丹的父亲詹姆斯·乔丹不幸被谋杀。 乔丹丹万念聚会后的当年新赛季训练营开始前宣布退役,转战棒球赛场。 虽然在美国职业棒球中,很多人的从下属球队的最低级别联赛打起,但当时公牛队的老板杰里·罗恩斯·道夫有支加哥白瓦对这支大联盟球队。 凭借这层关系,乔丹得到一些特殊待遇,可以从小联盟的第二级球队开始打起,而且给了他有保障的上场机会。 四、他努力却仍遭主帅怒骂,美眉嘲讽在篮球领域,迈克尔·乔丹非常勤奋和执着。 他对待棒球也是一样,乔丹每天早上6点跟着球队助教训练,然后再跟球队合练,最后离开球场的基本是乔丹和球队的助教。 即便如此,由于乔丹长期没有经过棒球的专业训练,各项技术早已生疏,导致各项数据惨不忍睹。 球队主帅普兰·康纳曾怒骂乔丹,你某某不好好打就滚回NBA,乔丹不仅忍了,还跟他道歉不会让这样的事再度发生。 体育化报嘲讽乔丹值得一提的是,迈克尔·乔丹在棒球场上只将自己看作一名新人,每个月领着对他来说少得可怜的一万美元薪水,还得试着跟一帮20岁左右的球员打成一片。 该做的调整做了,该努力的也努力了,但半路出家的乔丹,确实不是打职业棒球的料。 美媒体育化报当时发表过一篇文章,迈克尔·乔丹,棒球场上的耻辱,嘲讽了乔丹在棒球场上的挣扎表现。 很显然,如果不是因为受到父亲詹·姆斯·乔丹的影响,如果不是因为迈克尔·乔丹当时对棒球还有着热爱,他绝对不会忍受这些嘲讽和羞辱。 即便乔丹的职棒之路并不成功,但他在提起这段经历,实坚定地表示自己并不后悔。 1995年3月19日,当小丹正式宣布复出NBA赛场新一轮的腥风血雨,也就正式开启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